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持得也相当不错 真的可以说是实属不易 该剧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 对各种学艺剧情处理的特别高级 秘密一个接一个出现 让观众追起来完全欲罢不能 综合目前已经放出的剧情 玉次小五座很多秘密的真相已经浮出水面 反派昌王就是小景瑜的师傅薛汝称 而一直以来被忽略的角色 韩上市的身份另有引擎 在玉次小五座之中最大的一个反派 或者说一直隐藏在背后的大boss就是昌王 昌王想要推倒皇帝进而上位 就需要拥有足够的兵力 财力和朝廷中重要官员的支持 在兵力方面 昌王暗中挑拨皇帝和冷将军之间的关系 又安插自己的人进入冷将军军队 想要趁机取代冷将军的位置 在财力方面 昌王让前周的刺史李章 偷偷铸造铜钱 以此牟利解决 此外他还暗中拉拢了皇帝 一直以来非常信任的反派太监秦鸾 而关于昌王这个角色的真正身份 其实在玉次小五座很早之前的剧情中 就已经交代 第十四季中开头 肖剑瑜的师傅薛如称 就身穿黄袍 揭晓了自己的昌王身份 然而对此很多观众却觉得 这可能只是一个烟雾弹 真正的昌王可能另有其人 原因有二 一个是像昌王这样重要的反派人物 如此早早的就曝光了身份 确实是有些太不符合 目前影视作品的剧情规律了 另一个是 薛如成作为肖锦鱼的师傅 一直以来和肖锦鱼的母亲 西平公主关系非常的好 两人也经常一起谋划事情 所以如果薛如成真的是昌王 那也就意味着 他和西平公主存在血缘关系 西平公主这么多年 难道会一点都看不出来 自己对面的这个人就是昌王吗 而从此前 玉次小五座发布的海报来看 昌王不出意外 其实就是薛如成 海报里面除了主角团之外 就是两个反派了 分别是薛如成和秦鸾 再无他人 玉次小五座早早就曝光了 昌王的身份 其实也恰恰是这部剧的出彩之处 让观众在上帝视角 好好观看正反两派之间的博弈 而不像传统同类作品一样 去套路化推进剧情 作爱在玉次小五座中 有一个角色一直在被观众忽略 他就是韩尚书韩记 韩记这个角色在之前的剧情中 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 嘴特别碎 并且还很喜欢和肖锦鱼作对 而奇怪的是 他这个角色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剧情桥段 几乎全部都是可以删去的 对于剧情发展没有起到太多推进作用 很显然编剧不会平白 无故设定出这样一个毫无作用的角色出来 并且出演韩尚书的演员宗峰炎 还是一个比较出名的老戏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韩尚书最大的可能就是皇帝的人 在玉次小五座中 皇帝这个角色很明显 并没有他所表现的那样无知 他的心眼曲水夺得很 所以他不可能就这样 任凭昌王和秦鸾的日历 一直这样发展下去 在肖锦鱼与昌王 秦鸾彼此周旋的时候 他也暗中也必定会有动作 一次小五座这部剧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良心之作了 无论是剧中各个角色的刻画 还是整个剧本的人物关系 都特别的精彩 你对薛如成和韩尚书的身份 有什么看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水晶一乐 敬请关注